新白市政府照顾青年朋友住的需要 推出这座没买青年社会住宅 每一户都有专门的家库家庭设备 只要有一个赔设定的立策 第一次BOT某些青年住宅有专业家庭设备 楼下有更新榜 高一天 后面将带着一些新的就可以去住 我们这次推出来在三重的252户的青年住宅的部分 在租金的部分基本上因为依照市长对市民的承诺 我们分为住宅法里面要照顾的弱势户 跟一般的市民的部分 我特别强调因为我们包含了家具 家电以及管理费用 保证提出的房间有特房两房到三房 民众最关系组金部分 六四核部份特房最高6千200块钱 以保护马比市场行情高8千亿下 租金行情的部分每一瓶大概是620块钱 也就是大概以十瓶的套房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6200块钱 因为我们提供不同瓶数跟不同样式的 这样子的一个租的需求 所以以瓶数的大小会不同 但是基本上都低于市场行情 那当然一般市民的部分 一般市民的部分 我们基本上它的租金行情 也都会低于市场的八折以内 依照内政部营现主现在所定的标准 就是加户的年收入 加户的年收入大概在110万 111万以内 那个人的所得的话 大概是每个月应该是4万多块钱以下 那是以去年的收入来做定乎 对 这个是中央所提供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全国里面也是都是统一的标准 三重青年住宅 行迁时间为8月15盒到9月17盒开放修理行器 小四流可以从18期城商局帮展来做查顺 既然请进用带华 三重彩虹部的